中端而且是阻挡拍照的手机 那就是HONOR 20 LIGHT 它是很轻的 而且手感非常好 是非常适合女生来使用的一部手机 是它的全是screen Hello 大家好 我是Gingadget的Amy 今天要为大家开箱一款定位中端 而且是阻挡拍照的手机 那就是HONOR 20 LIGHT 那它在中国呢 叫做HONOR 20 I 虽然在名字上面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整体的配置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首先从外观上来看 我手上这一部是渐变红 它是从红色 然后到下面带有一点紫色的gradient那样 然后它其实不会很重 就是我使用下来的感受它是很轻的 而且手感非常好 是非常适合女生来使用的一部手机 上面这里就是SIM卡槽啦 下面就有3.5mm的耳机孔和喇叭 电池容量就有3400mAh 比较特别的是HONOR 20 LIGHT保留了左边这边的位置 把声量键和解锁键都放在手机右边这里 这样子左边这里就看起来干净多了啦 你看看把听筒和感应器都放在上面这个缝 也就是说它的屏幕呢除了这个细细的边框 还有这里前镜头之外 其它的全是screen 配置上HONOR 20 LIGHT运行基于Android 9的EMUI 9 搭载上KIM 710的处理器 储存组合方面呢是4GB RAM加上128GB ROM 那同时支援MicroSD卡扩充 SIM卡槽这里搭配的是Nano SIM卡加Nano SIM卡 或者MicroSD二选一卡槽 HONOR 20 LIGHT也支援指纹识别 还有人脸识别解锁 那相机这部分呢 HONOR 20 LIGHT后置就有2400万像素 加800万像素 加200万像素三色组合 支援F1.8大光圈 120度超广角镜头等等功能 而且还可以识别22个独立场景 以及超过500个以上的场景组合 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咧 我们去拍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先拍一张正常的 好 再拍一张120度超广角的 广角的效果就是整个画面 看起来不会那么拥挤 而且你看拍摄出来的颜色啊 效果那些都是很不错的 前置镜头有3200万像素 支援AI识别功能 用Portrait模式拍一下 它的Portrait模式呢 有很多东西可以调的 可以调美颜的level 也可以调灯光 还可以调有没有背景虚化填 Honor 20 Lite来到马来西亚呢 就有两个颜色 渐变蓝啦 还有这一部渐变红 原价是949令吉 1000块以下就可以买到 配置这样好的一个手机 Micro USB讲究下一次很可以的 好啦今天Honor 20 Lite开箱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Zing Gadget的Amy 我们下次见 拜拜